喜歡觀看小朋友 這是什麼心態 因為如果是我兒子 我沒辦法跟他睡到 我沒辦法 因為我覺得這是 極盡的變態 我本人說是戀童癖 這基本上是要 昨天的發文 有感的發 男生 可以風流 他不能下來 男生愛男生就很淨小 什麼我都可以容忍 但是 對小孩 對手無搏擊之力 下手 我都覺得這是我處 下雞隨機嘛 下狗隨狗 但是 說是我的 我自己老公 如果碰到就碰到 不用再辯解什麼 況且是怎麼會對小朋友 下手 而且喜歡觀看這種 像是不倫啦 小朋友啦 未成年這個 我都不知道這個人格 是不是有什麼問題 喜歡觀看小朋友 這是什麼心態 他如果是我們老公 我沒辦法再睡覺 我沒辦法 因為我覺得這是 極盡的變態 我們人說是戀童癖 所以基本上呢 是要 看一看醫生 他不是出生嗎 出生之後 十八天買兒童頭拍片 我想問 他的整個真的 有問題 所以皇子就要一直 擺低姿態 一直說他真心悔改 但是還是被警方查到他 就是有失常一些 兒童的被性侵的影片 那是在一個網站 買贏的 我覺得我們的國家 應該是針對這個網站 去把它擊破 因為這個網站 他偷拍這些影片 有人買 有人買他就有商機嘛 他就能賺錢嘛 所以他願意繼續再違法 就是要去殲滅這些網站 我覺得他們母是很可能 他們母跟他不離不棄 他們這種情操是很很棒 不基本是童靈鳥 大難來時各自非 人家沒有 依然是支持著自己的老公 但是目前 目前他的老公是 你說當性侵什麼 沒辦法 這以前但是沒辦法 沒辦法 他以前年輕不要想嘛 年輕不要想會犯錯 那現在你已經犯了這種錯 怎麼還會繼續再買這種片子 來看 我當作的我也很沒賣 但是我覺得 他還是不要再發言 替他老公求情 我不是在炮轟孟肯如 我是在心疼他 我只是不認同他在出來 挺他老公替他老公講話 其實他不要講話比較好 確實他老公是做了一些 傷天害理的事 我本來大家是很同情 這個老婆的 後來他這樣子 人家會覺得說 你一直在替你老公講話 那別人家的小孩 吃就活該 硬該 死好 來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